李章 不是何永思你什么情况 妈 我从小你就教育我女孩子要贤惠 长大以后嫁人了要三从四得 你妈呀 他三从四得你不是要他命吗 我妈哪里不三从四得啊 你懂什么呀 妈 您的三从四得就是从不早睡从不早起从不讲理 四得就更不用说了 答不得骂不得说不得惹不得 不是何永思那你什么意思呀 我觉得我爸比你适合当家 我同学家都是爸爸当家的 不是你爸哪里比我强了 在能力上哪都比你强 这你别笑 那行那投票吧 这是你爸的举手 哦 二比一 行那你来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也有今天啊 啊 哈哈哈哈 你怎么了 爸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 爸你怎么还在家呀 不是我宰不宰家 我干什么去我还得向你汇报啊 下午不是张叔叫你去吃饭去了吗 怎么的 你要跟我妈告状 不是姐 你是不是以为 我就会告状 你有没有想过 我爸受委屈了 你帮着他 我再帮着他 那我妈心里多难受 还有 我爸生命还有爷爷奶奶 我妈离家那么 我妈受委屈了 你说他跟谁说 我再给我帮着他 他活着有什么意义 什么意思 那你也不能 一直让别人请你吧 你也得请别人 对了 晚上如果回来晚了 你打我手表 我去给你看吧 这个礼拜呢 大家表现都不错 以后呢 大家继续保持 好吗 大家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有 这点我啊 何永青睡觉尿床了 不是何永青 你都多大了 你睡觉怎么还尿床的 没尿床 又丢人了 就是的 你没尿床 你那床单怎么是湿的 你还没尿床 那我是打干场了 你看看 学会撒谎了 小孩干错事情 知错能改 就还是好孩子 知道不 你妈还会给你这机会 她会原谅你 你既然说 撒谎 你不给她的教训能行吗 你说 不是这样给她记不住 知道吧 你得给她点教训 躺汉躺的 我不是让你爸给你买电风扇了吗 我买了 你看我买了什么电风扇 这就是我给你100块钱你买的电风扇啊 花多少钱 9块9 9块9何之婚啊你可真行啊你啊 我站住你回来 哈哈哈哈 今天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你爸找到新工作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销售卖袜子一个月给我开8000 嘿嘿 妈你也不能光在这给我爸花花饼呢 我爸那点零花钱是不是该涨涨了 一个月就10块 哦 这个嘛 哈哈 你要钱干嘛呀 哈哈 我还有一个男的出门在外兜里有钱 要把你能挺起来底气也足啊 哈哈哈哈 朋友听啊你给爸算算 嗯 爸 你一天三顿饭花多少钱 我说一天三顿饭都在家吃 不花钱啊 哇 那你一年到时候 买衣服花多少钱 买衣服都是你妈给我买好的呀 也不用我买呀 嘿嘿嘿 根本也不花钱呀 小 也是 你也不抽烟你也不喝酒 也没其他爱好 你说你一口钱干嘛呢 是吧 嗯 对 就是不要我花不完 嘿嘿 我七年的还剩着你根本花不完 哈哈哈哈 就不花不完呀 你也像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当年追我的时候 把我当成宝 现在又不想跟我过了是吧 想离 哈哈哈哈 你看别人家老婆谁像你这样啊 哦 真想离是吧 行 那你得精神出户 哈哈哈哈 行 我一分钱不要 不不不 不是那个精神出户 是这个精神出户 其实也不是过不下去 你平时还是挺贤惠的 就是对我有点太磕色了 哈哈 你这有老婆的你想离婚 别人没老婆的都急到头发婚 别把自己家的当成草 把别人家的当成宝 到时候丢了草 去找宝 宝没找到 回头想找草 草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宝 有人 过我好好过日子知道吧 今天这个会议呢 是让你们提提意见 你们也知道我作为一家之主呢 也是比较名势理的 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我也愿意接受批评 你说说我当家以来 有什么优点和不足的地方 妈 你的优点可多了 明事里 温柔大方 还是个贤妻良母 这个都不算优点哈 这是我应该做的 您 您明事还行吧 你的优点 你的优点 你的人还不错吧 那我的缺点呢 妈 你的缺点就是 太辛苦了 平时要注意下身体 嗯 儿子 妈妈知道了 你的缺点是 早上骂孩子 中午骂我爸 晚上骂全家 何止骂全家呀 有时候连自己都骂 说自己眼瞎 说嫁错人了呢 你别笑 好友情 妈妈给你留的西瓜 在冰箱里 一会你去吃哈 嗯 朋友四 上次给你买的全套联系册 你写完了吗 这个周末必须全部写完啊 还有你 今天晚饭前 把冬天的鞋全部刷了 还有什么 不是我们又不欠钱现在 再说了我们还有点积蓄 再养个孩子也不是养不起 我不刷 要刷你自己刷 不是我自己 又怎么了 你爸肯定要再给你生个小妹妹 爸 不已经有我和我姐了吗 还有小妹妹干嘛 你小孩子懂什么呀 多个妹妹多条路 长大以后好致富 懂不懂 不是 你给我生个小妹妹 就是为了以后发家致富 啊 那你以为呢 那我妈再给我换个爸 行不行 那肯定不行啊 你妈属于我自己的 哦 现在又不行了 多个爸爸多个家 何必区分你我他 那只要爸爸换得快 我肯定能到富二代 你以后不就发家致富了吗 你